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 躺着别动 你昨天的伤口又流血了 好不容易才止住 还好 我以前在医院住得无聊 学了几手包扎的功夫 谢谢你 那些人是齐满轩的人吧 听说你又救了王老板一次 碰巧了 打了一架 所以兴奇的想找我聊聊 可惜 他们没选对时间 你怎么那么巧路过 怎么会知道我家住哪儿 我跟当铺的人问呢 来 我还有些问题想当面问你 没想到让我撞见那一幕 你想问什么 我就是想不通 喜满轩为什么要撕票 他是个商人 这么做对他没好处的 我说过 那是个意外 他手下雇的人没有经验 否则也不会打起来 德上雇人 門主 你故意 你故意 你的 plays 我要开开 你快点 你俩给你 圆眼 你早有请 这是你姐姐吗 是我母亲 过世的时候 我才十几岁 对不起 没事 马先生 听说你也是上海人 我家是昆山的 我父亲 很早就来了香港 是做生意的 五零年的时候 我妈病重 我父亲回大陆 准备接我和我妈过去 没想到 半路遇到仇家追杀 没能躲过去 本来我带着父亲的亲笔信 来香港找他结拜的兄弟 结果 被他兄弟的太太赶出家门 装进了麻袋丢进了海里 没想到 你的身世比我还惨 所以那时候你才帮我呢 对吗 可能吧 我们这种出身的人 总是要比平常人 受更多的苦 就为了把自己磨练得更坚强 我一个集合 到头来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为了出人头地 为了报仇 不够吗 也许吧 你找到仇人了吗 时候还没到 你呢 你难道也有仇药报 我只是为了讨生活 养大我妹妹 跟你不一样 是吗 我倒是越来越觉得 我们很像 可能你身上背负的仇恨太多 太孤寂 所以格外想找一个同伴 可惜 我不是你的同伴 我得走了 你好好养伤吧 尽快去杀田 马先生没事吧 今天发生的事 不要跟张老板说 知道吗 我知道 陈小姐 你放心吧 可是我来说 鸡你会有那个 蜘蛛 就是我 干啥 记得 我 聊天 什么 真可爱 你 有 张伯伯 晚安 姐姐 晚安 晚安 这么晚才回来啊 心里有点闷 出去喝了笔咖啡 你来了很久吗 还好吧 就是有点担心你 所以过来看看 你没告诉保林吧 我不想告诉他 毕竟他跟碧林是同学 你怎么样 还好吗 跟做梦似的 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感觉 你的手怎么了 可能是心不在焉 在咖啡馆门口摔了一跤 没事的 刚刚开始学做生意 没想到就要你面对这些 只是为了那孩子心疼 我也知道 做生意不只是银行里 那些冠冕堂皇的事情 做生意不只是银行里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些的 有我在 很晚了 你要不要早点回去休息啊 嘉莉啊 每天这么担惊受怕的 这是你要的生活吗 这是我自己选的 我不怕 你 我 也不过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还担心警察的介入 会不会牵扯到你呢 这件事情留给我来操心 好吗 马上正月十五了 元宵灯会是每年 华人商会最大的庆典 我想借由这次庆典 正式公布乌村计划 也把你正式介绍 给商界的朋友 公布乌村计划 好啊 我也觉得应该提早公布 断了齐满轩的念头 不知道他还会玩什么花招 咱们等着看吧 见招拆招就是了 不怕他 长官好 囡探长 这位就是林警员 报告是他写的 我知道了 下去吧 严四 林警员 也还在实习期对吧 士组长官 你写的报告我看了 你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 做一名实习警员 有如此的洞察力 很难得 谢谢 目前这个案子 是我亲自在调查 你有没有兴趣 来我们重案组 我 重案组 怎么 不敢 诺丝尔 我一直很宠罚您 能够加入您的麾下 我求知不得 好 现在回去办手续 这份资料你看看 下午来我这报道 严四 启老板 周五 老地方见 那我们就说定了 好 你看这个 帮我看一下 嘉玲 兄弟 邻子太太 欢迎 欢迎 不好意思啊 Mr. Jones 一直没来给你拜年 好 没到元宵节 这个年就没有过完 今天就算你来拜年了 来 你看 那些太太们 都在讨论元宵灯会的事情呢 是吗 张老板也说要带我去呢 Mr. Jones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要有空的话 欢迎你来参加 我们的元宵灯会 谢谢你 好 好 よし 家琳 你和张老板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你去了灯会 那些太太们的眼光 都会是这样的 他们怎么误会我无所谓 反正我和张老板都很清楚 我只是他的助手 我们坐下说吧 家琳 你毕竟是年轻女人 别人难免会误会你 我已经听到了不少传闻 说你希望借助生意 得到张老板的信任 从中大捞一笔 这个圈子是不可能真正 接受事业型女人的 那如果我得到张太太的认可 会不会好些 这么做 那倒是可以堵住别人的议论 陈小姐 麻烦通报张太太一声 我是来给张太太拜年的 这 连贵 太太 让陈小姐进来 是 陈小姐请 哎呀 哎呀 真是稀客呀 陈小姐 来 请坐 张太太 提前祝您元宵节快乐 陈小姐干嘛这么客气呀 对了 今天怎么那么好的兴致 来看我啊 初心那天是我不好 扫了大家的兴 所以今天来 请您原谅 那怎么敢呢 你现在可是 莫白眼前的大红人呢 连马文豪这样的得力助手 都被调到乡下去了 你还用得着 跟我客气吗 张太太 您千万别误会 张老板对我有恩 而且肯给我机会学习 我十分感激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 怎么 是不是经不起 外面的人指指点点 想要拉我做同盟啊 我为张老板工作 而您是张太太 我们本来就是同盟啊 更何况 您素来美名在外 应该 不会跟我这样一个小辈 过不去吧 我干嘛跟你过不去 那好 张老板已经邀请我 陪同出席今年的元宵灯会 今天我来是特地跟您说一声 以免见面时 您太意外 好啊 那就到时候见了 陈小姐为了我们张家的生意 安前马后 劳苦功高啊 辛苦了 我也要带莫白 谢谢你 您太客气了 老板 李探长到了 陈老板 李探长 快请快